现在世界上的很多球员都希望来到中国提球,因为他们知道中超的工资非常高,在世界上的联赛都能排上号。 可能大家都认为中超的外员们年薪都是天价,对于房价来说,完全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不过近日,中超工军外员詹姆斯在采访时表示,中国的房价实在太高了,根本无法安家。 这一番言论也引起了中国球迷和网友们的热议和讨论。提起詹姆斯的话,可能很多资深的中超球迷并不陌生。 38岁的詹姆斯来自赞比亚,他在2008年加盟了中超的大连时德队,在征战中超的十年间,他为大连时德和辽宁鸿运两支队伍的效力了五年。 在辽族期间,詹姆斯也成为了效力时间最长和进球数最多的外员,而在世界杯期间,辽宁鸿运宣布,詹姆斯将作为功勋外员,不再作为球员出战中甲联赛,而是进入管理层工作担任技术总监。 尽管詹姆斯已经离开了辽族一线队,但他却换了另外一个角色,去为辽宁鸿运俱乐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 对于中国的生活,詹姆斯也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,詹姆斯在采访时表示说,我非常热爱辽宁这座城市,我和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年,辽宁人都非常友好与热情,而且这里四季分明,这样的气候在非洲是体验不到的。 不过在中国生活,詹姆斯也有自己的苦恼,那就是这里高昂的房价。 詹姆斯表示,自己曾经想要在中国安家定居下来,然而他在询问了一圈房价之后,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 按照他的说法,中国的房价实在是太贵了,在中国买一套三居室的钱,才回到非洲,甚至可以自己盖上三栋别墅了。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詹姆斯的家人是不会允许他这么乱花钱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詹姆斯应该为此感到庆幸才对。